事实上就是 我们的小孩已经在做这个样子的事情了 而且每一年 我们每个家庭都在创造出更多的 没有责任感 没有良知 自我感觉良好的受害者的小孩 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 教育环境是失败的 我们读了一堆书告诉我们说 我们与其带领我们的孩子 还不如当我们孩子的朋友 让孩子带领 你如果是父母 如果你降低你的身份 变成你孩子的朋友的话 你就是一个失败的父母 不过这不是重点 根据The View的这个 刮造女人聚集的节目 他们说共和党在大力支持一个方针板 我还没有听过这样的方针 不过大家可以听听 但我会说这些 就像Latina救了总统 年轻人们救了这个国家 我们必须要明白 我们应该离这世界 在一个更好的地方 当我们找到它 当你看了年轻人的选择 在2022年轻人的选择 他们领导的决定 为了中国人的选择 年轻人 选择18至29年轻人 现在的 Republicans 要提升到28年轻人 到28年轻人 Cornel-Belker,你也知道Cornel 他说,有两个选择,一年老,一年老 在抗拒这些国家非常不同的方向 共和党党要跟着这些国家 他们死了,我们会再谈谈更多 我们在这些时间 共和党人想要把投票年龄提高到28岁 我没有听说过,我也没有听任何政治人物讲过 但是,如果有的话,请大家务必要告诉我们 我们AI News会加入他们的团队 帮他们宣传,帮他竞选 我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保守派或是共和党的人 想要提高投票年龄 而且我也不支持这个法案的 如果说这是一个法案的话,提高到28岁 我觉得远远不够 在这个巨婴充斥的社会 我觉得投票的年龄应该要提高到35岁才可以 然后这个想法绝对不是一个主流 我也不是个要竞选的政治人物 我也没有听过任何政治人物说过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投票原本就应该要有非常多的限制 留言区常常很多人说 美式民主已死 首先我不知道什么是美式民主 或者是美式民主跟民主有什么不同 我的确知道什么叫做中式民主 中式民主就是极权共产 但是我的确认为投票标准要提高 远远超过现在的什么要求的什么 Voter ID 然后当天投票 投票只有一天 这是很基本的 我觉得第一个 你要会说英文 不要再印一堆什么中文选票 西班牙文选票 韩文选票 如果你连英文都不懂的话 都不会读的话 那你或许就不应该投票 然后那个人至少有工作 政府是一个纳税人注资的一个机构 使用纳税人的钱 没有工作 没有缴税的人 就没有资格来去左右这些钱的去向 还有高中的government 还有经济至少要有读过 至少要有家庭之类的 这些都是我认为应该有的规定 但是这些都不可能发生 这些规定或许都应该存在 但是不可能存在 所以我们包括我 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认清事实 就是我们的民主制度 我们的选举制度是一个玩笑 而且这个玩笑一次比一次的可笑 造成的就是让我们一次比一次的难笑 如果我们要改变现在的情况的话 我们就要看清事实 找到方法而且掌握我们的权力 要改变选举制度只能这么做 在这里互骂一点用处都没有 在这里分什么川普派 Decenters派一点用处都没有 在这边抱怨选举舞弊 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什么都不做 只在那边自称爱国者 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们现在的制度 选票收割 提前选票 邮寄选票 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的 就是COVID的关系 但是这些制度现在就是存在的 我们要让民主党成为唯一使用这个方法作弊的党吗 还是共和党也应该要使用这些选举的工具 这个制度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但是现在就是有这个样子的制度存在 我们要想办法使用这个制度 还是放任民主党宰割 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其他解决方式 至少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解决办法 我们只有使用这个制度 不然就是以后再也没办法赢得任何选举 然后我们所有反对的政策全部都扩大 直到扩大到可以把我们杀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